奶奶 我回来了 我的宝贝孙女回来了 刚荡荡猎人就不见人影 这些天想奶奶了吗 想 好香啊 家里是不是做红烧肉了 我学了倒菜 也来露一声 平时想让你帮忙倒杯水都奶 一工作 大便勤快了 早知道应该早点让你当恋人 哥 你竟然在家 还以为明天才能见到你呢 早一天回来 多陪陪你和奶奶不好吗 洗手 吃饭 奶奶 你身体怎么样了 最近头还疼吗 没事 人上了年纪 哪能没点小病小痛的 何况也是老毛病了 平时吃药就行 但上次大夫说最好住院观察一阵的 在家自己吃药 这能行吗 哎呀 这才刚出院多久啊 又回去观察 医院人多又吵 我一去 头更疼了 小小年纪心事这么多 家里还有你哥呢 我申请了长期疗养病房 环境好又安静 奶奶的事啊 你不用操心 你什么时候联系好的啊 怎么都不告诉我医生啊 一周办事还是这么利索 连奶奶都蒙在鼓里了 要是真住院啊 你可得常来看看奶奶 顺便也找小梨多聊聊 一起吃吃饭 好啊 但她忙得很 再忙不也要吃饭吗 正好我也很久没见她了 请到家里来 我们大家一起吃 没问题 忙也把她绑来 近期 凌空市不同区域 出现多起爆炸事件 经猎人协会初步调查 均与流浪体有关 爆炸共造成二十二人受伤 无人死亡 进行广大市民朋友出行 注意安全 爆炸 最近凌空市的流浪体 活动很频繁吗 是有点 那没事的 哥 这不是还有我们的吗 现在的山空猎人 都特别厉害 就算厉害 也得量力而行 不管怎么样 你出任务一定要小心 我知道 放心吧 奶奶 我的EVO对付流浪体还挺好用的 而且危险的任务猎人都是两两一座 就算 就算受伤也有搭档支援的 没有就算 不管接到什么任务 保证自己的安全才最重要 别因为觉得自己的EVO好用 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往前冲 情报 难道家附近有流浪体 得出去看看 那个 奶奶 哥 附近可能有点不对劲 你们小心 我出去看看 马上就回 别说跑就跑 我和你一起 下一周 哪有猎人出来工作 旁边还跟着个哥哥的 谁跟着你了 我去路口便利店买瓶醋 不可以吗 那路口已经到了 进去吧 你最好是真的出来买醋 还有 可不要进去后又悄悄出来 趁我不注意跟在我背后啊 行 你们猎人的工作全是机密 看都不能看 好啦 快去吧 对了 我想吃零食还有水果 你多逛一会儿 波动到这里又没有了 再去附近找找看吧 我去那些人 我去匹敌 我去匹敌 那边就在自己家里面 我去匹敌 我去匹敌 你帮你 那边就很久了 不得了 我去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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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去匹敌 你 我去匹敌 你 你 我去匹敌 你 够敏锐的 可惜我今天没空陪你玩 站在这儿发什么呆呢 你的工作结束了 这附近的流浪体找到了吗 波动又消失了 可能是探测器误判 误判 夏宇宙 那这血哪来的 这血刚才有只小猫 又是莫流浪猫时被挠了对吗 那要不要 我现在就去帮你找找这只猫 夏宇宙 你别去 奶奶还等我们回家呢 哥 真的是我说的那样 一个意外 我是怕你们多想 瞒着奶奶也就算了 我们从小被她收养 没少给她惹祸 现在她年纪大了 我也不想她再为咱们担心 但这种事何无有什么不能说的 难道长大了 反而不信任我了 除了奶奶 我也不想让你担心呢 你好不容易才回来一次 我不想扫心 而且长大了 不就该自己保护自己了吗 怎么不能一辈子被你罩着吧 有什么不能的 我不罩着你 难道还要别的人来 干嘛 怎么不说了 说了你也不懂 忘了吧 回去了 出来这么久 奶奶该着急了 话又只说一般 你自己回去吧 不想做你的小尾吧 那更好 把你袖子上的血 藏好了再进家门 既然长大了 那这次哥哥 就不帮你斗底了 才不用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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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